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就是领袖 谁被谁影响 谁就是奴隶 97%的人永远是最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 叫洋情效应 而3%的人永远是影响别人的人 那两个人在一起 到底哪种人影响哪种人呢 很多人说了 老师 有能力的影响没能力的 对还是不对 对个屁 就是因为你认为有能力的影响没能力的 所以你影响的都是没有你有能力的 所以你员工一个比个笨 所以你公司离不起来 听懂的举手 当老板是整个企业里面最有能力 那个人的时候 你离死不远了 知道怎么死的吗 累死的 有一个老板白手起家 姓刘叫刘邦听过的举手 告诉我刘邦带兵打仗比较有能力 还是韩信带兵打仗比较有能力 谁是老板 看来比的不是能力 那比的是什么 很多人说了 老师比的是智慧 有智慧的影响没智慧的 对还是不对 对个屁 就是因为你认为有智慧的影响没智慧的 所以你影响的都是没有你有智慧的 所以你员工一个比个蠢 所以你公司离不起来 当老板是整个企业最聪明的那个人的时候 你离死不远了 怎么死的 累死的 有一个老板姓刘 叫刘备听过的举手 白手起家 请问是刘备比较有智慧 还是诸葛亮比较有智慧 谁是老板 看来比的也不是智慧 那比的是啥呢 很多人说比的是钱 钱多的要钱少的 还有人刚才说了 昨天刚给你们讲完能量 很多人就说了 正能量影响负能量 对还是不对 对个屁 在生活现实当中 往往是负能量容易影响正能量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是还是不是 这都各位 那到底是哪种人容易影响哪种人呢 写上一句话 这句话让你瞬间 拥有影响力成为领袖 这句话最少价值一个亿 不是开玩笑的 写上 当你有一个宏伟的梦想 你就可以吸引无数个没有梦想的人 和梦想比你小的人 来为你工作 来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就这句话听完以后 有没有人瞬间醒来 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么回事 刘备带兵打仗 干不过关羽张飞赵云 智慧比不过诸葛亮 但是为什么刘备能成为老板 因为关羽张飞的梦想 不过是成为元武将 诸葛亮的梦想 不过是成为一切宰相 刘备 刘玄德的梦想是整个天下 匡扶汉士 拯救天下 长生听懂得举手 他不是最有智慧的 也不是最有能力的人 他是最有梦想的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既然是大梦想 影响小梦想 有梦想 影响没梦想 那咱们今天就要让大家 生起一个梦想 如果让你们生起个梦想的话 你说是生起一个小的还是大的 我直接让你们生起一个 宇宙当中最伟大的梦想 让你们直接成为宇宙之王 如何 行不行 人类最伟大的梦想 两个字写本上 自由 这是你灵魂的终极追求 也是你灵魂的属性 我们把自由分为五个等级 写上第一个 人生自由 第二 时间自由 第三 财富自由 第四 心灵自由 第五 灵魂自由 大到一个国家 小到一个个人 有梦想跟没梦想 区别太大了 这个各位 一个孩子没梦想 长大以后随便找份工作 另外一个孩子有梦想 长大以后要成为企业家 帮助别人安排工作 请问孩子哪个长大有出息 前走后走 有一个小孩姓朗 叫朗朗 从小自卑内向不敢说话 是整个苏白兄弟最没出息的一个 但是朗朗的爸上了一个课 那个教育孩子的专家说了一句话 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让孩子生起一个梦想 帮助孩子生起梦想 拖起梦想 教他如何实现梦想 孩子没有梦想 就像鸟儿没有翅膀 长大以后无法飞翔 朗朗的爸就问那个老师啊 怎么让孩子生起一个梦想 老师说了一句话 没有关世界 何来世界观 就一个人的梦想 跟他的见识有关 能不能听懂 周老师第一份工作 是在修车厂里上班 我的梦想是将来成为一个修车工人 周老师第二份工作 是在工厂里上班 我的梦想是 我如果能够开一个这样的小工厂多好 是成为一个小工厂组 周老师第三份工作去工地里上班 我看到我们的包工头 开的是轿车 坐的是楼房 我的梦想是 我如果能够成为包工头的话该多好 我问你们个问题 如果周老师就此在工地干了一辈子 我再也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有可能我现在最多混成个包工头 是还是不是 但是我继续出来到电脑城工作 我发现 我们电脑公司的那个老板 三十岁就拥有上三十多个员工 哇 变成百万富翁 我的梦想是我要将来看家电脑公司成为老板 我后来又来到深圳工作 找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 我发现 哇靠我们老板每天对着三千人演讲 对吧 哇 年纪七年就变成了千万富豪 太厉害了 我的梦想就是将来看家房地产中介公司 结果后来有一天就来到了培训课程现场 我看到一个老师上台 哇 这个老师一上台 就是几千人 几万人听他讲课 他讲一常课就变成亿万富翁 我说有一天我的梦想要成为 站在台上的那个演说家 然后到最后呢 就变成了站在台上的演说家 听懂得举手 你的梦想跟什么有关 你的梦想跟什么有关 跟你的见识有关 所以世界很大 要带这个孩子出去走走